然後兩個就越靠越見 語大嘛 靠近 然後 親在一起 好浪漫 直接表白 就是打開天窗說亮話 不要拐而抹角 喜歡他就直接講我喜歡你 是嗎 對 我 錯 因為我們 我以前在國光益校的時候 我們一個班60個人 男生10個 你慢出手就沒了 所以我們都會先講 用搶的 前面一來就 先搶先贏 你不明白的表示 人家有的就已經先夾走了 所以就先講好 就是我喜歡笑笑 這女生沒有選擇權嗎 那也破壞彼此之間男生的感情 對 所以你 你這樣命中率一定低的 女生會接受 根本兩個人在一起 或者我們要交往 肯定就是要 雙方面情投意合 對 你自己就先 笑笑我愛你 我喜歡你 嫁給我 我們不會那麼快 我們不會那麼快 就是說 我沒有那麼快 直接表 對 你就直接表說 我很喜歡你 然後就是 就是先 對 跟他講 先拉到我們對他有好感 他如果說 他說對不起 我很討厭你 那沒關係 那就直接 就減掉了 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從女生的角度 你就會知道 留意到這個男生他喜歡你 我是喜歡你 然後時時刻就會放大他的優點 接受傷就對了 我會直接就講說我喜歡你 這個機遇就會變高 對 煮熊那煮熊 約回家 這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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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更直接 這有一個 透視多久 你真的 直接透視 這真的 真的是在我情竇初開的時候 犯的錯誤 太洋菜了吧 因為我那時候會做菜 對 我就想說我會做一個 很好吃的肉骨茶這樣 他就有興趣 我就說那要不要來我家 我做菜給你 我真的是想要做菜給他吃 他願意來的話就中了 但是他覺得我是變態 他有直接講我 對 就過濾清楚了 等於就是說 也經過曖昧或幹嘛 兩個人滿有感覺 在互相聊天 對 才邀約 對 沒錯 國中的第一次約會 我不知道是可以牽女生的手 那這些 結果就下雨 他又帶了一個小雨傘 然後我們就撐著那傘 我們當然就拿雨傘 就一拿 握到手 握到手了 觸電的感覺 軟軟 觸電的那種感覺 我真的以為是雨天被觸電了 你看 對 那個時候 問題你已經握了 閃在她手上 你握住她的手 要包住的感覺 對 就包住這樣 然後就沒 就這個時候我們就不敢動了 那她也沒有手要離開的意思 兩個人就一直維持這個動作 超美 超美的 好啦 我們很認真 超美的 然後雨越下越大越下這樣 彷彿這個雨 將我們兩個人跟這世界隔離了 大到路上載車都看不見 超美 然後兩個就越靠越近 雨大 超美 靠近 然後 親在一起 那就是我的初吻 哇 很浪漫 不要停 對 因為我當時喪失了我的權力 我不知道是可以伸舌頭 帥哥 我覺得男子和大丈夫 就是 Just kiss 接受你的 這個是二壘了 對 這個基本上就要繼續下去 我覺得不要 沒有什麼一壘 沒有什麼半壘 就是二壘 女生要接受的情況下代表會 如果她 如果她說她不要 對 那你怎麼辦 這個有一個SOP 第一次認識 只要能夠約出來 就像上主角 沒錯 我能出來已經差不多了 單獨出來 然後有個重點 我覺得我要講說個男性朋友 就是 因為你們要不要聊 要多聊 對 你一開始不熟 聊聊尷尬 其實你沒有辦法過去的 所以我有SOP 過了 先看電影 不用講話 製造一點小小肢體接觸 然後帶到山上去 看著夜夜 高的夜晚 這個就怪了 真的… 我最討厭就是跟男生約我出去 我最討厭男生就約我看電影 對 因為我覺得看電影就是 浪費時間 浪費兩個時間 你沒辦法跟他講話 你沒辦法跟他多相處 尤其是剛認識的話 所以我就最討厭 可是我會約三卓布拉克 你這樣還是不行嗎 不行 笑笑 但我這邊要補充一個 其實看電影 因為我覺得剛剛那個是不好的招數 既然都到電影院了 有一個我的大哥 他告訴我一招真的是 這樣這樣 一定中的 看電影 一定要幹嘛 吃爆米花 爆米花 爆米花 然後就問旁邊的女生 對 我可以吃爆米花 給我的招數 然後女生一定說OK 然後說OK OK 要吃爆米花 就這樣 這絕對中 因為太好笑了 你知道嗎 這個我覺得可以 這可以對不對 因為會覺得很可愛 對不對 用搞笑來化解尷尷尬 你寫什麼 我是這樣子 IG私訊 對 然後呢 眼睛 眼睛 這個眼睛很特別 怎麼錯誤 這個也是我聽到我一位朋友 他跟我呼一下 你是一個大哥 一個大哥 你怎麼嚇 就是說你不能夠留任何的眼 你要打一個眼睛 就是這樣一個 有一個貼圖 一個emoji眼睛 就只有兩顆眼睛拿下 白眼球 黑眼球 對 然後往右邊看 對 你就貼這個 然後對方就會很好奇說 怎麼了 幹嘛 或者發一個問號 話題就開始打開了 對不對 有 按錯 對 之類的 來 來 笑笑 我是製造機會 怎麼弄 你給對方製造機會 對 我會製造機會 就是因為我自己工作其實都很晚 所以我都沒有吃飯 這樣 然後有時候我就想說 我想要約我 就有好感的男生出來 但是我不敢直接講 不能約 對 不能直接講 我就會跟他說 就是 就是這麼晚了 我都還沒有吃飯 對 但沒想到 就是這個男生 他就特別 晚上10點 還特別來我家載我 然後去吃大餐 OK 大家都不喜歡 有被女生追過的先舉手 所以一定要舉 一定要舉 不能說謊 不能不舉 不要臭熱鬧 你為什麼要這樣 不是 男生不能不舉 剛剛 我們舉手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樂隊那邊都沒有聲音 他們也在舉手 全部都要舉手 沒有男女朋友感覺很Loser 對不對 你要脫路 脫路 應該要避免哪一些行為 你個人認為好不好 或者你個人的經驗 這個是什麼 很避免 不是啦 因為如果說聊天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掌握重點 其實你硬 瞎哈拉聊 其實是很討厭的 這討厭嘛 因為真的 就算真的如果彼此看對眼 那個感覺 你就算很普通的話題 也可以聊得出一座話 比如我是一個你喜歡的女生 對 然後兩個 看開心這樣 我們這是演員 她很開心 她令人開心的人 以前沒有 哇 你這個文美在哪裡 就文在哪裡 不要再講美 已經很讚了 她就 文美 氣到翻臉 對 可是我覺得就是 當雙方有好感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的話題 就可以有火花 但是當你只要發現 對方對你講的任何事情都 你還要硬直說 那你這個耳環 你這個鞋子 要健好就收了 你的香水很好聞 這是健不好要快收了 所以這個是最不好的 一次聊天的時候就很炫耀 一直在稱讚自己 或者說想要炫耀自己 有多厲害這樣 在加油站打工最忌諱的是 油嘴 油槍滑掉 衣將法 大地 就是我有遇過有男生 他就是故意 他想要試探我對他有沒有感覺 然後他就故意發現實動態說 我今天跟某某某學校的校花 一起吃飯好榮幸 這不行 然後重點是 對 很幼稚 重點是事後他在跟我說 你有沒有看到我昨天發的 限動 對 限動 對 我跟你們一樣 很有行情的感覺 對 然後說 你不覺得這個女生很正嗎 你怎麼都不會生氣之類的 就覺得很 撐住氣 撐住氣 對啊 太撐住氣了 我就覺得很扣分 他送我回家 然後我都還沒有到家 我媽媽的手機已經先響了 就說你女兒喜歡今天的晚餐嗎 喜歡今天 我就覺得為什麼要 你女兒 對 就是 她有你媽媽的手機 就是可能Facebook的好友 或是朋友的朋友 或者好 我記得是她媽媽 跟我媽媽的好朋友 所以就說阿姨 覺得我布雷爾今天吃晚餐 吃得愉快嗎 別搞了 就是啊 只是約個會 然後聊個天 然後就會 剛好到家人的生活 然後還要去嗎 還要去講 這個不行 超過的 我的是裝瘋賣傻 這個不好 對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男生 他故意喝醉 我很明顯感覺他其實沒有喝醉 那是戒酒 對 戒酒裝瘋 裝膽 然後 可是他的那種 就是他會假裝喝醉 然後躺在我這邊 那不行 那不行 我就覺得這是性暴 然後我原本其實 對這個男生有一點點好感 但他做了這個行為之後 我馬上就 大扣分 那很不舒服 這已經侵犯到肢體 對 肢體一定要自然 對 你看他拿著雨傘 你馬上吹起 這樣就有自然 要煮臉嘛 對不對 不自然 那個怪怪的 雙方面都尷尬對不對 吃爆米花 吃一下 你… 我那個是這個 就是真的不能夠太自我 太自我 因為你跟對方一直聊 就說我怎麼樣怎麼樣 你都關心到自己 你要適時的去關心對方 因為有些人 他是真的是一直在聊 他自己的事情 對… 那你都不關心對方 他說那你是把我當空氣 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就沒有辦法脫爐 對 這是打妹 自私啦 不行